现在大家看到屏幕上的这个编辑器里显示的代码 就是我下载的最终上传的原码 如果我现在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那么大家就会看见屏幕中显示的是00冒号00冒号00 并且呢没有任何的动画效果 这也是很多同学在这个课程后面问答环节提出的问题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听了前面的课程介绍就会知道 那么这个程序我现在这样设计呢 其实是有一个局限性 因为对于小时这个数字的显示 我只给出了两位数字的位置 也就是说最多能显示一个99小时 所以如果我的end time超出了现在99个小时以外的时间的话 那么呢就会出现一定的bug 而另一方面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get current show time seconds这个函数里 我们会计算结束的时间距离现在的时间的距离 如果这个距离小于零 也就是说结束的时间比现在的时间还要早的话 那么就会返回零 那么这个返回零其实是我们在这个demo里头 我们看到的最终是00冒号00冒号00的真实原因 那么具体怎么改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把end time改成距离现在之后99个小时之内的一个时间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JavaScript的这个date函数在创建的时候有一个小的陷阱 以我这里头写的例子为例 我传入的参数是2014-6-11-18-47-52 那是不是代表2014年的6月11号18点47分52秒呢 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的关键是月份 在JavaScript中 月份是从0开始的 依次采用0至11 这12个数字表示从1月到12月 所以6代表的是7月份 那么很多同学修改了end time 最后结果还是失败 就是因为这个月份设置的有问题 它没有从0开始计算 在这里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录制这一节课的时间呢 是2014年的11月24日 那么如果我想设置倒计时的时间 倒计时到11月25日的18点47分52秒 那么在修改上月份就应该填10 因为10代表的是11月 而日子呢就要填25 那么只要这样修改就好了 那么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倒计时的效果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在讲解如何使用我上传在目科网的这个原代码 另外一方面可能有的同学认为每一次都修改这个end time太麻烦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自动的让这个end time就距离现在的时间之后 比如说之后一个小时呢 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剩下一些时间呢 看看如何修改代码 让我们每一次开启程序的时候end time都自动是当前时间之后的一个小时 那么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呢 只需要对javascript中的date对象有一定的了解即可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来具体怎么修改 那么首先end time还应该是一个date对象 但是此时呢我们不需要指定这个具体的时间 所以我们直接使用new date来声明这个对象 这样一来end time其实此时指定的是当前的时间 那么如果我们要想设置它成为当前之后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呢 那么我们在具体使用的时候要调用一下end time的side time这个方法 那么side time这个方法传入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表示的是从1970年的1月1日开始的一个毫秒数 也就是所谓的时间戳的概念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戳来表示end time这个时间 那么我们具体设置的时候这个时间戳应该设置成多少呢 也就是在end time当前的这个毫秒数的时间 也就是使用get time这个方法调用一下 再加上一个小时的毫秒数 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小时是3600秒 但是由于我们要使用毫秒的话这里头呢要乘以一个1000 那么这样end time设置就是距离当前的这个时间 再向后推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 当然了这里头大家还要注意一下end time必须声明成var 而不能是一个const 这样我们在具体的set time的时候才是work的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就从一个小时开始倒计时 不仅如此我们每一次刷新这个程序都将从一个小时开始倒计时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酷 那么这样一个程序呢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自己的时间管理的工具 比如说大家希望每一个小时都进行工作之后进行休息 那么只要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它从一个小时开始倒计时 一直倒计时到零的时候 如果大家愿意还可以设置出一个提醒 甚至播放一段音乐来告诉大家 已经学习一个小时了 该休息了 当然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景来灵活的使用这样一个程序 希望看到大家更好的创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